大家看18之9跟18之10 这两个式子告诉我们说 你的sampling的 这个rank correlation 这个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sample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呢 是0.773 这个是你从刚刚的这个 10个salesperson当中所算出来的值 但是呢 他说这边有一个理论 是说呢 如果h0为真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真的 前后之间相关系数是0的时候 母体相关系数是0的时候 你的RS的分布 各位看一下 RS的sampling distribution呢 它的mean是多少 underh0 underh0意思就是 如果 h0是真的 如果h0是真的话呢 这个RS呢 是它的样本 它的样本程式上头 它的相关系数的话呢 它的分布 会approximately 我奇迹是一个什么分布 常态分布 期望值为0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b1数是什么 n-1分之1 这是它18-19 18-10数 弹的 但是这个东西 必须要有个前提 n必须要是10以上 那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要检验的是 row 有没有等于0 那我们的理论是说 如果row等于0的话呢 你到RS的分布 会趋近常态分布 是这个分布 你把RS的分布 你把它画出来 如果n大于等于10 H0为真 RS的期望值 是0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说 RS的期望值 就是rowS 那你H0为真的时候呢 所以它期望值为0 然后变成是一个常态分布 以0为期望值 然后它的变异数是 n-1分之1 现在这个是0 0.773在哪里 0.773在这里 这一点以右 这个面积 就是它的p-value p-value算一下 等于多少啊 这个怎么算p-value 0.773 减掉期望值为0 除以什么 标准差 n n现在是多少 10 10-1分之1 开根号 看这个值是多少 2.319 是吧 不是773 733 2.199 2.19等于2.20 近乎是2.20 所以 所以不是说p-value等于它 而是 你要算p-value 是要算 你的RS 你的常态分布 变成Z Z要大于 大于这个值 Z 大于 2.199 这个基率是多少 p-value 是这一块 完整的写法 p-value应该是 p-value RS 大于 0.733 RS 加以标准化 RS 会得到Z 大于 2.199 好 完整的写法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意思 那大于2.199的 基率是多少啊 好 那么 大于2.20以上的 基率 双微减定 0.0278 0.0278 这要乘以2了 但是你 相比的话 去跟2.20以上的 比好了 0.0278 哦 不是小于 是大于 0.025 你这必须要跟 0.05比 小于他了 这是α 这个0.0278呢 必须要 这个东西要乘以2 这个东西的两倍 才是0.0278 你如果不要乘以2的话 是0.0139 去跟0.025相比 你乘以2以后 就是跟0.05相比 是吧 所以他的值啊 比α还小 PVL比α小 所以我们结论是什么 Lizek H0 H0说什么 H0说 两种排序 事前跟事后的排序 是不相干的 这个是被拒绝的 事实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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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 简定统计数的值 是0.733 你要知道 这个相关系数的值啊 最多也不过就是1啊 负的话呢 最多也不过是负1 所以你已经高达 0.733 这一看就知道 这应该是 会倾向 也会拒绝才对的 而且你这样确实 去做他以后 你发觉 0.0278 比0.05 还小满多了 大概只有他一半左右 所以这个拒绝 是相当有力量 可以拒绝 所以这一节呢 在谈呢 事前的排序 事后的排序 其实这个蛮有用的 你现在如果到公司上班 你抓一个时间点 时间点之前的排序 跟时间点之后的排序 你可以研判 这个事件 这个时间点 对于排序 对这些人的排序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加薪以后 或者是裁员以后 对员工的表现的排比 先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都可以做很多 这样的检验 所以这个是 蛮有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18章呢 把我们所有这些 五亩数的这种假设检定 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归纳 对于我们初统来讲的话 那我们尝一尝啊 如果你不知道母体 是什么分布 期望值 变异书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去做一些 假设检验呢 这一节所谈 这一章所谈的 尽是这些方法 知道吗 那么给我们的 一个很大的启发是说 原来我们可以 不知道它绝对数字 但是只要我们 知道先后的 相对的排比的 先后顺序 把那个排比的顺序呢 把它当作资讯 也就可以去做一下 假设检验 那么17章的作业 你拿到的时候 你跑过 时间序列 forecasting smoothing 等等这些方法 它可以做 季节性的一些推估 那么19 18章 那是17章 18章谈什么 五亩数减定 那紧接下来 我们要谈的 是所谓的 这个 在生产线上头 或是在 直接面对顾客 你提供产品 提供服务 你所提供的产品 跟服务 到底有没有符合 你应有的水准的范围之内 一产生 溢出的状况 一产生 没有在那个水准范围之内 你要如何立刻加以检定 立刻掌握 现在是有状况的时候 你要必须采取行动 立刻去矫正它 提供的一连串的一些工具 这个工具叫什么 叫做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就是统计的品质控制 统计学的品质控制法 这个很有用 这个东西呢 可以用在我们 建立了一个所谓的control chart control 控制图啊 这控制图啊 你要知道怎么去做它 你看到控制图 你将来说不定 你在一个卖场上头 你看到员工的服务的水准 有没有在控制图范围之内 你看到你每个礼拜 所生产的一些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的表现 有没有在这个控制图的范围之内 像做一些晶圆 做一些晶圆代工 你一个晶圆一个不断跑出来 它一定要做很多的测试 看这个晶圆 有没有符合顾客所需要的水准 他们所用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可能跟我们这边有所不同 但是呢 他们当然是比我们这边还精密 因为他每个金元都美金 美金都很多钱 那么 可是基本的理念 还是这样不理呢 我们这边所谈的概念 所以这边所做的是很 很初阶的 有关control chart的一些介绍 所以这部分 像我们第二次其中央考完以后 17张Time Series Forecasting 18张的Non-Parametric Method 一直到现在的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这张很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张了 19张 因为20张的东西是比较 在讲Price Index的东西 在讲了价格 像你那个每一年的油价的价格 你怎么去做一个 这个把它归回到原始价位上 去比较它的高低 考虑通货膨胀系数 这些做法的话 我们看看有时候再讲 但是看起来没有机会了 把这一张讲完的话呢 我们就多了一些基本的一些利器 对同学将来在工作场合上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这三张呢 可以说是都相当有用的东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19张 这边所谓的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Quality Control 品管的统计方法 做品管 做品质管理 是要把东西制造出来以后 再来驾驭检验 看它有没有符合水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观念是正确的话呢 那可能你就会牺牲很多的物材 很多的材料 因为你做完以后 你再来做检验 检验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这个东西是不是浪费了吗 时间是不是要浪费了 你们身材有没有谈多很概念 应该有 身材是不是要谈多很概念 所以真正的品管应该是什么 这边的品管应该是 在做的过程当中 在做的过程当中 就应该埋下 一个装脚一个装脚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去control它的过程当中 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哪个步骤有产生问题 有问题的话 立刻改正 立刻纠正 调整模型 生产方法 让它能够在每个步骤 都能够符合你应有的水准以后 最后的结果 再来做一个检验 传统的观念都是 过程当中不检验 只检验结果 结果呢OK 好 这个出来了 没有浪费 结果不OK 先贤所花的时间 都能浪费掉了 所花的物料成本 都浪费掉了 所以呢 在process的过程 所以这里方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叫process process control 你必须要去掌控的 不能只是它的end product 你还必须要去掌控它的process 所以在制造过程 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种掌控的方法呢 我们这边首先要谈的 就是所谓的control chart control 设一种图 一种表 然后在每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每一天 你制造出来的东西 去看有没有符合这个标准 今天剪台一次 明天剪台一次 后天剪台一次 每一天做一次的话呢 你每一天这样画出来 就可以画出一个轨迹图出来 这种东西叫control chart 那么在谈这个control chart之前呢 同学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918页 919页 到922页 这边有关品质管制 品质管理的一些philosophies 跟它的frameworks 那么简单我们看一下 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品管呢 不能只到过程 只到最后再来看它的过程 它最后的结果好坏 必须要看它的过程 这个是它基本的一个 比较新的一种品管的一种哲学 那么这一些哲学的演变 事实上在美国 在欧洲 或者是在日本呢 都引起相当大的波澜 那像美国的话 像有一个很有名的 品管的全国性的一种品质管制 品管的大奖 叫Macomb Bordrich 这个人是前美国的 80年代的商务部长 商务部长呢 极力推动美国的品质管理 的一个提升 因为那个时候受日本的品质管理呢 的刺激很深 80年代的时候 日本在全球啊 得到一个名气 说日本第一 美国第二 那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 叫傅高益 他所写的一本书 Japan No.1 US No.2 整个美国受很大的刺激 那那个时候的商务部长 Macomb Bordrich 就919月那么一个标题 这号人物呢 就来推广啊 美国的品质再生 再造 然后推了一个奖 啊 那么用了他的名字 Macomb Bordrich National Quality Award 啊 这是国家的品质奖 就用他的名字 啊 因为他极力推动 这样的一个 美国的品质再造 的一个运动 所以这里头呢 也就连接出啊 先前呢 Motorota所做的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品质改造的一个运动 他的哲学呢 的名字叫做 Six Sigma 六个Sigma 常态风部 我所制造的 产品 他的 好比说 他的重量啦 他的硬度啦 他的长度啦 他的品质 他的耐磨的程度 平均值应该在这个地方 工业界所能接受的范围 就是在这个范围 这个是Spec Specification Spec 简直叫Spec Spec是什么意思 Spec就是他的规格 工业界的规格 工业界所给的标准 是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 既然工业界给的规格 范围在这里头 那我们公司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他的 这项规格 他的这个规格 很可能是长度啦 很可能是什么 宽度啦 很可能是他的准度啦 什么whatever 看你这项东西的品质 工业界所给的标准 是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生产在这边 可以生产在这边 可以生产在这边 可以生产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你公司呢 生产的产品呢 它的品质呢 应该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它有一个 有一个 一种分布 就大部分的产品 大部分都是在这边 可是偶尔会有 会有溢出 会有脱离轨道的现象 可是即使脱离轨道 也不应该脱离到 这个范围之外 脱离到范围之外 这个东西就不能卖出去了 所以你整个的 分布的情形 应该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而这个范围之内 应该就塞 塞进去几个Sigma 这个范围之内 应该塞进去几个 12个Sigma 左右各塞进去 六个Sigma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这个是常态服务 常态服务代表 你公司产品的规格 大部分在这边 在一个Sigma 范围之内是多少 67% 对不对 两个Sigma是多少 95 三个Sigma是多少 97 四个Sigma是多少 五个Sigma是多少 六个Sigma是多少 你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说 一个Sigma是一个Sigma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左边六个 右边也六个 所以全部一共有12个Sigma 那我们呢 以前呢 谈说的 只谈到三个Sigma 谈到三个Sigma 我们说多少 我们说 三个Sigma 在里面的百分之多少 99.7 对不对 可见还有 0.3% 0.3%的产品 不在三个Sigma 之内 对不对 六个Sigma是多少 我跟你讲 六个Sigma是 到了什么地步呢 假设这边是六个Sigma 左手边 也要六个Sigma 六个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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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外的 是多少 百万分之多少 三点零四 是不是三点零四 也就是说 一百万部电脑当中 只允许有三点零四部电脑 在这个范围之外 所以这两个面积 合起来是 三点零四 乘以十的 负六尺方 所以六个Sigma 范围之内 是多少 是 0.999999 6 96 六个Sigma 范围之内 也就是左右 各六个Sigma 是这个意思哦 所以全部是十二个Sigma 全部所占的面积 应该是多少 99.9999 6 96 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说 三个Sigma 范围之内 是左右各三个 一共有六个Sigma 对不对 左右各三个 那是多少 99.7 对不对 现在你左右各六个 应该高达出了 99.999964 696 是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这不是叫六个Sigma 我在想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必须要在 这么小的范围之内 这么小的范围之内 可能只有多少 我跟你讲 可能只有0.05 MM 你所制造的产品 必须要在 这个 左边 0.025 这边 0.025 MM 你在一个MM 是多少吗 一个CM 是一公分 一个MM 是多少 公里 对不对 0.05 公里 的范围之内 要摆多少 摆12个Sigma 你公司制造的产品的规格 每一个Sigma 是多少 0.05 去除以12 那是多少 这是表示你公司生产出来的 那个标准差 生产出来的标准差 只能够一点点 一点点 些微的 非常小的差异 在这么小小的范围之内 你必须要摆进去12个Sigma 那也就是说 你每一个Sigma 是要非常非常的小 你要怎么做 使得你每一个学生 彼此间分数的差异 是如此如此 细如毛发一样的小 你可以想象吗 你们都是老师的产品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都是气管系的产品 你们四年以后 两年后毕得业 拿到证书以后 是不是就是气管系的产品 是啊 就像电脑这个产品一样 你们彼此间的差异 要小到小到 非常非常小 小到什么 小到0.05M 除以12 就是你们的标准差 必须要这么样的小 谁常能做到这么样的高品质 使得每一个产品 都是如此的精准 符合毕业的标准 符合产业 上面的工业上头的规格 要怎么样做 不常做到这样的地步 这是Motorola所提出来的 所以你的管理 你的资金 你的预算 你的流程 都必须要在每一个步骤 必须要严格控管 每一个学生上课 对不对 每一个学生 有没有来上课 每一个学生回去 花几个小时做 这个习题 通通要严格控管 才能够保证 四年以后训练出来的学生 通通都能够有具备 非常非常 非常细微的误差 也就是说 所有的每一个学生的水准 都是这样的水准 这背后代表 什么样的管理啊 这是什么样的管理 这种管理法 他把它推广出去以后 就有好多管理的细部动作 就要严格控管 每一个员工在操作的时候 他能用的重量 知道吗 他的身体状况 他的脚 他的手 必须要符合多大的强度 才能够做出那样的东西出来 所以员工的生活习惯 员工的身体状况 员工的训练水准 通通要严格的要求 才可能达到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 都只有那么小的细微的误差 这种水准叫六个Segma水准 这里头有什么样的实际作为 这你们可以去看 这种哲学叫六个Segma水准 这样子吧 那么 还有一个哲学叫做ISO9000 ISO9000呢 是由欧洲欧盟那边所推出来的 他们推出来以后 因为欧盟市场大嘛 所以规定了全世界所有想要卖到欧盟的产品 一定要通过ISO9000 ISO1万 ISOwhatever的一个验证的水准 你才能够有这个标签贴上去以后 才可以制作出来的产品 才能卖到我公司里头来 卖到我欧盟这边来 所以台湾有很多公司也通过ISO9000啊 像我们中山大学的行政大楼 就有通过ISO1万多的那个检验标准 也就是说很多的作业流程一定要按照ISO9000的规定 这样去做到 这种概念叫ISO9000 那么日本呢 有推出另外一个概念叫JIT Just-in-Time Just-in-Time有学过没有 什么是JIT 零库存 零库存为什么叫Just-in-Time呢 因此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库存 不会有累积 为什么不用库存好了 没有库存好不好 你把你公司的库存放在别人那边 换句话说 他要多少东西你立刻把它送出去 你公司不会有任何的积压 凭什么你把库存寄放在人家那边 因为他的工作速度比较慢 或者是你要求你的员工 你的供应商必须要配合你 所以你每天 或是每一两天 每一个礼拜有三天 我才接受一次你的库存 你是我的供应商的话 你要做我的生意 我是大宗的生意 你要不要赚我的钱 你要赚我的钱 你要符合我 你要配合我 所以 每个礼拜二四六 下午三点到四点 我只有 这一个小时短短的时间 接你的货 对不对 其他的时间我不收 你要不要跟这些人做生意 要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定单太大了 所以我只好配合他了 对不对 我礼拜 一个礼拜只有三个小时 每一次只有一个小时 二四六的三点到四点 你把货送到我的窗口 对不对 我只有那个时候才收货 你懂吗 像你好别说 美国在台协会AIT 去办签证 他也一样跟你规定的 每个礼拜只有四天 每个早上 只有两个小时 其他时间你不要来办 就很多很强势的公司 都可以做类似这样的规定 那你要给我做生意 你要往来 你要配合我 这样一来的话 库存的压力在谁那边 在供应商那边 还有了 有些公司 他还规定的说 你的库存 只有在什么时间到 因此很多的时候 你的库存 都会积压在哪边 因为我要等开车 开到三点钟 三点一分 我东西可以运到 两点二十九分 他门还不开 三点准还开 所以我为了要 抢那个小时的话 我要派很多的卡车 那卡车呢 在哪边排队 等着三点的时候 赶快开进来 所以库存 积压在哪边 在高速公路上面 在公路上面 所以公路变成 你的库存的所在地 社会帮你承担你的成本 所以你公司的库存的成本 没有什么压力 我要的时候 东西立刻进来 那我立刻很快 利用这个小时 进了货 我很快接收 很快就可以出去 所以Just in Time 很多的手法 它的概念就是 我不要让堆积 不要让库存成为我的生产成本的一部分 我要让它减低到最多 最低 这样一来的话 我的浪费也会减少 我的压力会最少 所以通通都是GIT的概念 那么日本人是非常精细的 会计算 做这样的一个运算 所以他会 他会把 那个废弃 浪费 减低到最低 把很多的成本 都堆积到外面去 不要在我公司里头来 那很多的做事情的方法 都是讲究了 一做完以后 立刻就出手 左手做完交给右手 右手就出去 不会积压在你的办公桌上面 不会积压在你的裤层 你的那个仓库里头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形成你 做事情非常累 而且非常快 没有间断的 不断去改进 所以这里头有个 同样的概念叫 Continuous Improvement 就是连续型的一种改进 无间断的一种作业流程 都在这里头 那我们在服务的领域里头 也有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所有的这些概念呢 各位同学 因为配合你们的申管呢 然后刚好这边 19之一这一节 都有谈到这样的概念 所以呢 各位同学回去了 可以按照这边所讲的范围呢 读一下到920而已 那么剩下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谓的那个过程 统计过程的一个控管 统计过程的控管呢 就是我们希望 一发现到它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立刻能够采取行动 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长达一年两年三年 每一年呢 每一天 我们都有一个控管的机制 也就是有一个像 像那个监视器一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一产生 逼逼逼 或是哪个地方产生声响 产生一个亮光 你马上知道说 哦 这个东西有问题 我立刻就可以去修改 去调整 或者把它修理好 谁能提供这样的一种signal呢 这样的一种警告 control chart 各位看一下923页 各位看一下control chart 925页 19之2 19之3 这边有一个UCL Upper control limit 还有一个LCL 那是lower control limit 这个是中间线 也就是平均值 你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 平均应该是这样 但是难免呢 有时候会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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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如果把它画出来 它会类似像这样子 如果说你每一天做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那一直类推 那并不一定是每天做一次啊 你每一小时做一次 看你所需要的精细的程度 好的 每年做一次 每个月做一次 当然成本就会跟着有所变动 你做的越频繁 当然你要花越多的钱啊 成本越高啊 你可以按你公司的需求而定 每隔一段时间 你就做一次 做一次计算 做一次评估 看它的值 有没有落在 UCL跟LCL的范围之内 有的话 我们说 OK Acceptable Satisfied 它可以满意的 因为它在范围之内 事实上我们人啊 很多的事情 其实也可以这样看 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我们的血压的高低 最高的血压 最低的血压 有没有在应有的范围之内 我们的血压在哪边 在这边 血压在这边 血压低一点 血压高一点 我们可以经常做我们血压的调控 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 OK 在这个范围之内 身体的血压是如此 视力是如此 各种各样的身体的功能 也都可以做一种 叫做Control Chart 叫做控制图 那这控制图在管什么 不是在管它的终端 而是在管它的过程 你看它从第一个时间点 这边一降 这边通通都是时间点 每一段时间我们就量一次 每一段时间就量一次 所以整个的流程 我们都了解 它是不是都OK 能够帮我们完成这样的 control的一种工作的 这个叫control chart 一个非常简单的统计学的方法 帮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贡献 这个不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是美国的统计学家发明的 Schuhart 一个统计学家Schuhart 他所发明的 Mu加三倍的标准差 Mu减掉三倍的标准差 分别叫做Upper Control Limit 或Lower Control Limit 同学你看一下 如果我这边不要用六个Sigma 我这三个Sigma就好了 这边是Mu Mu加三个Sigma Mu减三个Sigma 所以这个点 是Mu减三个Sigma 这个点 Mu加三个Sigma 所以我保证啊 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我的产品 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一定落在 落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只有百分之零点三的可能 会发生 跑到这边或跑到这边 过高或过低的现象 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样有什么好处 我做了这上下两个条 线出来以后 我每一段时间就量一次 每一段时间就量一次 我可以保证 我每一批产品 只要任何有一支产品 它超过了Upper 或是超过了Lower的话 我立刻知道说 我的产品哪个地方有问题 我可以立刻修改 立刻调整 立刻改设过来 然后它背后的哲理 就是因为 它说 因为正常的 正常的过程 正常的方法 它应该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落在Mu加减三个Sigma的发位之内 正常的情况下 OK 那如果 你经常都出现 你经常都变成是这样子呢 这边前面几个 OK以后了 再接下来都就是这样子的 从中跑到外面去了 连续几天都超越了 或是 过来后修理好 连续几天都在外头 或者是说 你的生产的过程呢 某一段时间 会变得越来越 越来越高 或是呢 越来越低 Consistently 它有一个pattern 表现出一种呢 越来越out of control的一种趋势 看了这个图就可以了解 我们公司现在这个流程 它的表现 是有状况的 还是没有状况的 是透露出一些 什么样的讯息给我们的 我们从这个控制图 都可以得到一些讯息 OK 那如果还在范围之内 我们都说OK 可是事实上 你只会发现呢 连续好几天 越来越升高 连续好几天 越来越降低 你就发觉 它有一个趋势 有一个压力 好像在push你的流程 越来越走向一个极端 或者是说 如果有哪一个超出 那立刻可以回来 又出去又回来 总之有各式各样的一种 pattern产生 你的管理阶层 就可以了解 你现有的这样的 服务的流程 品质管扩的流程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所以从这个图上 可以得到一些讯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